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月即将发生变化以及变动的各大活动内容还有详情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以及分析吧 首先是有关暗影传说宝可梦方面 那5月份的暗影传说宝可梦将会更换为暗影火焰鸟 训练师们需要完成这些购火箭队特殊调查 然后获得超级火箭队雷达及格挑战板木老大 并且遭遇这个暗影火焰鸟 另外的话近期内将会登场的妖精传说X活动期间也可以入手到这些超级火箭队雷达 另外5月份的突破奖励方面将会更换为加勒尔形态的小火码 然后更换时间为5月2日星期天的下午1点开始 过后会维持至2021年的6月1日也就是星期二为止 目前已知 会持续至5月初的五星传说团战其中包括就是有龙卷云 然后雷电云以及土地云 这三大传说宝可梦的化身形态将会继续出现在五星团战中 然后将会维持至2021年5月4日也就是星期二早上10点为止 那往下5月4日开始截至5月18日则是大家所期待 也就是妖精传说X浙尔尼亚斯的这一个团战将会登场 那训练师们在这段期间可以讨伐这个传说团战的头目 进而去入手这支全新的传说宝可梦 然后从5月18日星期二早上10点维持至2021年6月1日星期二早上10点为止呢 将会更换为这一个妖精传说Y也就是伊菲尔塔尔的团战登场 来看看5月份的聚焦时刻方面 那聚焦时刻将会绕在每个星期二当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之间举行 5月4日的时候呢是木棉球然后两倍的捕捉糖果 5月11日为迷你龙两倍的传送糖果 然后5月18日为阿罗拉心态的拉达两倍精化的经验 然后5月25日为玛丽露两倍的捕捉星辰 5月份额外的加倍内容其中包括5月每个星期三会有一个小时的活动 那主要特色就是5星的团战将会在本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大量举行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每周的团战时刻 那其中在这个传奇季节中完成5星团战后呢将获得额外的一些经验值 还有5月的每个星期都能领取一次免费的礼盒包 那内容其中包括目前已知的有远距离团战入场券还有别的一些道具 所以大家记得在5月的每个星期一都登入去领取一下这个免费的礼盒包吧 而5月四群热方面目前得知是落在5月15日星期六当地时间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为止 但是具体内容还有详情方面我们可能日后收获到更多进阶的资讯再跟大家分享吧 还有就是官方也有提及到在5月的周末还会有别的一些活动登场 那这边稍微卖了一个关子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也是日后如果有一些新的活动或是资讯 就再次拍摄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收获到已知或者已确定 即将到来5月份那一众的这一些更新活动还有详情 那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时间差不多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主言论呢 只能够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